一年背著背包的男子看起來很像是在趕時間 結果就在他快步的行進過程中 他整個人忽然往前滑 接下來就重重摔在地上 周遭買票的民眾看到後立刻上前關心 並打119求助 而之後人員趕到現場仔細看 男子不斷指著膝蓋 最後他被台上擔架送往醫院治療 這就發生在2020年7月 台北轉運站內的摔傷案 但陳先生說身體帶來的疼痛 遠遠不及打官司來的痛苦 因為當初求償139萬 但三年多過去了 二審判賠40萬左右 工作能力點準 精準賠償 我自己有一些問 把我們都當作食物輪 好像這個乞丐機 跟他求償這樣 以前可以跑 跪都可以 行動很助爐 現在不敢跑 現在回想起來 還是感到相當氣憤 加上身體的傷無法復原 但法院卻認為 在工作損失的部分 陳先生在受傷之後 仍有工作報酬 因此部分損失才會駁回 但這回不只賠償 只有原本的不到四分之一 就連國賠也無法成立 他VOT給萬達通 所以十月公司經營 經營程式50年 所以他這個50年中間 你要對廠商尊情離陪 陳先生說 當初台北市的回應 是因為台北轉運戰 是BOT案 因此市府並非有管轄 全國賠就不能成立 如今二審判決出爐 但經過長時間的訴訟 早已身心俱疲 如今陳先生 也只能尊重司法 接受法院判決 TVBS新聞產品新宿新宴 台北市報導